陆娱乐圈风声鹤唳传邓超孙利夫妇补税 范冰冰樱桃税被重罚于8.8亿人民币之后,演艺圈风声鹤唳,现有消息传出,中共当局对演艺圈剪羊毛的行动已经及不可耐地全面展开,已有17位艺人遭官方约谈,必须在期限内完成补税。 唯一被曝光补税金额的是邓超孙利夫妇,两人需补2.5亿人民币。 据路媒新浪娱乐时2月1日报道,演艺圈近日流传关于演艺圈补税的横点工作室会印内容,该文件的内容涉及各个公众的人员,包括编剧导演演员造型师等,都在被调查和补税的范围之内。 消息令演艺圈一片哀嚎。 报道指,中共税务总局要求影视工作室针对2016年至2018年三年间的税务自行检查,三年总收入的70%按个人劳务计算税金要缴纳费用和致纳金,税率相当于工作室总收入的约20%。 文件的内容显示,明星一人在自查自究后,补税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约谈补税,税务上门辅导,重点检查和税务抽查。 其中最后一个阶段是2019年3月之后,若被发现逃漏税,不仅是要补税和重罚,还将面临刑事责任。 据悉官方在三天内已约谈17位艺人并限72月15日前自行补税。 虽未公开约谈名单,但账号为正义的话深哒哒的微博11月30日爆料,邓超孙丽夫妻就在名单内,两人已补税2.5亿人民币。 此外,安局,勒勒勒比,杨颖,吴奇隆,黄晓明,周迅,杨幂,赵薇,赵薇,赵丽莹等也都在名单内。 爆料的网友表示,这次税务总局监查演艺圈,出手会很重。 是从原有核定征收改为查账征收,并到较三年。 该补主还爆料被调查和补税对象,所有演员第一批次一人,第二批次150人,其中17人为第一重点约谈对象,35人为第二重点约谈对象,第三批次200人,第四批次200人。 约谈对象几乎覆盖一二三线所有已工作室刑事纳税的演员,谁都别侥幸。 早前,范冰冰因逃税风波审秘失踪四个多月,10月3日被中共当局重罚,要求她在期限内缴纳于8.8亿元的税金,这纳金和罚金,否则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为免牢欲致灾,范冰冰当天在微博表示,将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筹措资金,缴纳款项。 随后,中共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有关工作的通知。 其中显示,从2018年10月10日起,大陆各影视制作公司、经纪公司、演艺公司、明星工作室等企业以及影视行业高收入者,必须在2018年12月底前完成对2016年以来的纳税情况进行自查自究。 外界普遍认为,如果17位艺人遭官方约谈、邓超、孙利夫付补税2.5亿等消息属实,就意味着中共当局对演艺圈的剪羊毛行动以及不可耐地全面展开。 因为中美贸易战开打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日趋恶化,国库日渐空虚,而演艺圈无疑是中共瞄准了一大块可以宰割的肥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